中国大陆器官移植背后的人权侵犯来源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欧洲议会12月6日举行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上 议员、欧盟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专家学者讨论了中国器官移植和摘除背后的人权迫害 各界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应对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按照国际惯例,器官移植的来源通常是个人捐献 在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下,愿意捐献器官的人本该数量有限 然而中国大陆公布的器官移植案例数量却高得惊人 在外界质疑下,中共先是拒绝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承认这些器官大部分来自死刑犯 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让国际社会满意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却显示器官的来源不光是将死之人 更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 曾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 和加拿大前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就此事进行了独立调查 并得出结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是存在的 已有数千人因此被杀害 大卫·乔高先生曾在2009年12月的欧洲议会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上 就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做了报告 欧洲议会在2010年5月通过一项行动方案 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其他相关案例进行调查 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交报告 但两年多过去了,这份报告没有出台 欧盟对外事务部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告诉中共 注重法治和人权会给中国带来稳定和发展 然而,这样的举措显然不能让在座的议员满意 中国民主人士期待国际社会能够联合起来采取更有利的立场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直接打破这个迷思 就认为国际社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惩罚 如果是在人权问题上表示强硬的话 这个是没有证据的 所以首先要打破这个迷思,打破这个恐惧 然后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 能够表示出了很强硬的一种人权的态度 国际大社也看到,这样做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 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他们会持续努力,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 各界人士均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更强硬措施 调查并制止活摘器官的行径 比方安排器官的行徒 取达不用靠彿 瓋不回答 有一种精彩的帧器官的行徒 在一直进行期間 需要奥免 芯 加上 testosterone